欢迎来到我们第二期的卡尔工作室 我是你们的主张老师 英俊帅气的卡尔老师 好的 想必第一课结束之后 大家对于多发这款游戏 肯定有了跟它深层次的了解 我想问一问 你们对于这款游戏有什么心得 或者想要跟大家交流的吗 可以说出来听一下 老师 我最近玩这个游戏真的是非常的苦恼 我也看到苦恼啊 为什么每一次都滚到我们的客厂里面来 到底是谁安排的 难道就没有人回去玩过多塔尔这款游戏吗 行 雅雅你先说 老师其实昨天下课之后 我去下过多塔尔 并且我是去看了几盘比赛 他们的logo和他们的对齐 非常非常的迷人 然后我想知道是不是只有职业战队 才有这种优待 我这种民间选手怎么办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 而且非常的好 其实在多塔尔当中 非常鼓励普通的玩家 一起来组建战队 可以说任何人 包括你们四个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战队 和自己的logo 你看我们自己是一个女子战队怎么样 还好 我还要找个教练 就练 都找谁 不用什么 你一定要找谁 你一定要找谁 我教练的话 我还想海胖 大梅子的小梅子没有朋友 我觉得他就是先长胖猛 我发现把梅子和胖猛都在一起 带车怎么样 他不高 高级 我还有谁啊 爸你 谢谢 谢谢 你老师 这是说话 我还有谁啊 我还有谁啊 如果你有五个志同道合的DOTA2战友 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DOTA2的战队系统 在这个专门为各大战队开发的系统里 你可以创建专属于你自己的战队 加入专业的战队排名 匹配机制 战队的战绩也会有专门的体现 另外战队的标志 在游戏里的画面体现也有不同 泉水处的战队logo 各路的战队旗帜 以及BP及OB画面的战队标识 都可以让其他玩家感觉到 你们是一支战队 一个五人的集体 在社区界面的战队列表 也可以找到其他的知名战队相关资料 比如IG战队 他们五个人最近都在玩什么英雄 DOTA2的路人战技又是怎样的 快通过我们的战队系统找到IG 变开他们的战队成员的资料 以探究竟吧 老师我昨天呢跟电脑打了几盘 不得不说我们这个AI真的是很棒 但是我老是觉得我一直跟电脑打的话 我的水平根本就进步不大 就空间一点都不大 有没有什么能够让我快速提升水平的方法 当然是来跟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教授了 话说我上个礼拜等着你七天一天都不出现 太不老是面子了吧 至少你可以来OB一下老师的视角呀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DOTA2最强大的观战系统吧 通过观战我们可以了解到别的玩家是怎样来玩这款游戏的 学习他们的加点还有出装思路 更重要的是通过观战系统 玩家们还能看到大神级的职业玩家第一视角的操作 如果你有比赛的观看权 当观战栏目上面有正在直播字样时 你就可以通过DOTA2的职业比赛系统进入观看 选择你想要看的场次 点击加入就可以了 老师我也有回家玩DOTA2 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打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打着打着就像顺风打成了逆风 想看一下replay 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 但是我找不到DOTA2的replay在哪里 DOTA2系统中会记录你所有的匹配游戏录像 当然知名选手的比赛录像 也可以通过之前介绍的战队系统进行查看 同伴的录像则可以通过点击好友的资料后进行查看 另外如果想看其他路人高手的比赛录像的话 也可以通过DOTA2观战系统中最近的游戏进行查看 这里都是整个DOTA2世界中最新的录像 通过筛选功能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你想要的比赛录像进行观看了 老师老师我们回去都玩了这个DOTA2 但是我发现这里面的这个界位设置还有小地图 我都看得特别不顺眼 可不可以把这个DOTA2里面的一些设置改成我自己熟悉的DOTA的设置呢 DOTA2的游戏设置非常地吩咐 我们来一项一项地了解吧 在游戏主界面的左上方有一个齿轮图标就是设置了 点击以后就可以看到四大选项 控制 游戏 视频 以及音频 让我们来简单地了解一下 控制这栏主要就是游戏的基本操作 技能的话如果是DOTA1的玩家 一定要在传统键位这里打勾哦 这样你的技能键位就会和DOTA1一模一样了 如果你习惯了QWER的技能键位也能在这里进行设置 物评栏六个键位则可以按照玩家的需求以及习惯进行设置 商店的默认快捷键是键盘的记号 一定不要忘记哦 游戏键栏的设置一般使用默认就可以了 而鼠标卷屏一定要选择启用 不然就只能用方向键来滚动屏幕了 视频方面根据电脑的配置进行选择 窗口及全屏模式的选择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 另外强烈推荐要把亮度拉到最高哦 在游戏中我们还可以很方便的使用键盘的逗号键来和队友语音 那么第二期的卡尔工作室到这里就要跟我们同学说再见了 如果说不懂的问题的话 老师的电话号码你们应该都有的 斯密老师24小时再见 好的我们下一期课程再见 итель尽力量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